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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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衣服 所有人都看到 都是这白衣 对 你今天这衣服怎么穿 能打弯似的 对 对吧 看直男说话 别人都好看 因为你怎么穿 就打弯似的 对吧 凯凯是你们下期多天吗 谁 凯凯 她是困了吗 还是困了吗 不知道我什么也 我看不看她 一段时间就转了 去多天吗 我去看看吧 说刘绿那个 杀青以后哭了三天 真的 刚多绿说 刘绿也是一超级重感情 来 一半 好 好 早晚早上 没事好 没事 没事 走回事 有点快 小胡是因为心地特别善良的人 他也是特别 在意别人的感受的人 特别好 卡的 我知道了 行 你们觉得这一次课题也会是随法 感觉是刘历 我猜是刘历是吧 妈妈会一起计划 果然是她 心放骤梯 搞定了 走 他们这种应对高强度压力的节奏 只能用一句话形容 这根本停不下来 是的 经历了前面几次的课题 我看大家每次的汇报 都是有几千字 甚至上万字的这样一个文字总结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实物当中 还有一种方式 更加形象 更加重点突出 更加画繁围简 这就是诉讼可视化 可视化 无论是给客户汇报 还是我们在法庭上去陈述 现在都可以采取这样一种形式 问一下 大家在大学的时候 学过这门课吗 我没学过 不是法学院 您先认识回答问题 那大家现在同一起跑 现场挺好的 我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一种逻辑性 体系性 表现力 都非常强的一种说服方式 当然 具体可视化的展现形式 是多种多样的 不拘一格的 我们在实物当中 需要根据每个具体案件的 事实情况 和我们所采取的诉讼策略 选择最合适的一种展现方式 小王心里在喊救命 本次课题我们要运用诉讼可视话剧 解决的是两个案例 两个案例所考察的部门法都是 证券法 证券法 又是医生救命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案子 第一个案件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一个上市公司A 它是护士上市公司 所属的行业板块 社会服务 教育 这个A公司呢 由于为依法披露关联交易 被证监会进行了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落定之后 面临投资者提起的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 集体诉讼 在这个诉讼当中呢 原告主张 需要被告去偿付 它的投资差额损失等 一系列的损失金额 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案子 回头我可以把案件材料 发到邮箱 第二个案子 内门交易 这个案子呢 是一个行政阶段的案件 证监会在对内门交易的行为 人做出正式的行政处罚之前 会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并给予当事人 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在这个阶段 当事人找到律师 希望来代理申辩听证的环节 如果申辩理由得到全部采纳 那么最终当事人 是可以不予处罚的 在这个案件当中 证监会在事先告知书当中 拟认定当事人基于对A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参与 而获制该项内门信息 并且认为其在此后 二级市场的交易 属于内门交易行为 这个案件我们会给大家 披露部分的卷宗 从部分的卷宗当中 去找到相关的抗辩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发布的 两个案子 两个案子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我不知道大家在上学的时候 有没有好好学正乘法 小胡都无脸了 这个案子的KPI是四十分 多少 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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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四十分 是以代教律师的 两人小组为单位 两组之间PK 也就是说你们分的是 这样种模式 我可以 两组拿一个案子 两组拿一个案子 进行PK 这四十分在每PK的两组之间 不是平均分配 而是此消彼长 也就是说最后的分值 可能是零与四十 可能是五和三十五 可能是十和三十 可能是十五和二十五 也有可能是二十对二十 就是两组要PK方 要共分这四十分 天哪 极限拉扯 所以能够充分地去展现 大家彼此的一个实力问题 那我们做哪个案子 和跟哪组竞争呢 我们交给命 又抽钱 许文婷一听到这个 又抽 既然是以代教律师 这位小组的单位来进行PK 那我建议由代教律师来抽签好吗 决定你们跟谁PK 以及你们做哪个案子 代教律师来签 而且这律师也参与其中了 对不对 是的 他们胜负役也会起来 就你的组跟我的组 我们两组的 你们两组 洛律会跟谁一组呢 然后你们挨个抽一个 然后传下来吧 我洗的那我就拿最后拿吧 你们 说话还要来一点 来吧 九爷 我拿这个 紧张不紧张 刺激不刺激 我给您 我给您 虚假成熟 我给您做的是虚假成熟 好的 那就是 内部交易 对 我们俩 我们俩组内PK 你们俩就是内部交易 那我们洛律组和成律组的小朋友们 自动结为对手 然后组内是队友 然后我跟任律 我们两组是自动结为对手 组内队友 我们友谊第一 课题第二 好吧 最重要的是我们两组共同进步 好 那么从现在开始互为对手的 你们要展开40点KPI的拉锯战了 黄凯 加油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截止到目前的KPI排名 在这个课题之后 我估计就有可能 有人的KPI能够破百了 哇 所以 谁将第一个拿到 能够最终获得 offer名额竞争者的资格 我们非常的期待 你们需要在今天下午的6点 回到这里进行汇报 因为准备时间是很短的 你们要用尽可能少的页数 来展现你们的可视化结果 给当事人找到 无论是深变 还是抗变的路径 晚上6点 我们会在这里等大家 加油 按键有不清楚的 可以发邮件给我 同时抄送李隆宇律师 是今天还是什么 是今天 是今天 李隆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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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担心 上一轮的表现 炸裂 任天皇凯 我们聊一聊 好的 燃起了戴焦律师的斗志 来 我就喜欢看这种 我也爱看这种 那我们随意就在这儿聊了 陈律 好的 陈律居然回去办公室了 来言语 后面话过来一下 我们组的要不要到我这里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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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大肖阳 很强 他们很强 怎么样 觉得这个 还比较轻松吧 完成的概念是什么一回事 刚才要做的这次的这个课题 你们是理解还不理解 我 我就正确反而在写上没有学过 唯一的一个本课生 宇童 你们有接触过吗 说上可视话 没有 你呢 送可视话用过吗 没有用过 都是同一个喜好线 从零开始 好了你可以忽略掉了 没有什么用 我觉得 没有他学生能力很强 这一组太强了 这两位 言语正确你做IVO 你一点概念都没有吗 有概念 他有概念 对吧 对吧 三公原则你起码知道 不到 还真不知道 这是真不懂 蒙着吗 蒙着吗 天哪 我还要速成证券法 我现在一整个 没关系 首先这个 我觉得宇童你千万不要担心 以你的功底的话 是绝对可以的 以你的功底是绝对可以的 夸夸团 然后的话呢 而且你要注意就是 证券法整个的范围内容 是非常广的 你这次我们主要注意的就是 虚假陈述 虚假陈述 其实可能不仅存在于证券法 但是我可能还是得研究一下证券法里面 它肯定是以证券法为主 这个在法条里面肯定是有明确的定义的 所以翻翻法条有个概念的之后 他们可能就更好的可以开始准备了 因为其实首先这个课题 要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呢 是一个法律分析 第二部分的话 就是可视法的部分 比你们原来的课题 正常你可能做到 这个抗辩思路 它写下来就可以了 可以找多一步 美航核实话能展现 你需要像他用一个PPT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做一个Presentation给他 那要把你能搜集到的证据和论点 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呈现给他 跟我们之前的客户会面就不一样 应该要比那个简短很多 你们两个之间的配合呢 我觉得一直是非常好的 对 我觉得这个项目呢 正好是更加体现你们这种方式 团伙 对 对外去有一个匹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一组搭得也很温暖和舒服 所以时间对你暂时非常简单 但是我希望你们两个包揽一二面 哇 压力学姐到 刘律 是 加油加油加油 好吧 这个四十分我们要 以四十分为目标 加油 行 快去学习一下吧 好的 真的现在完全是需要开始 对 学习一下 加油 好 谢谢 我觉得我们组还是有优势的 要有欣赏 小何老师你能不能用一分钟之内 给我们解释清楚什么是诉讼可视话 十秒钟就可以 诉讼可视话 顾名思义就是诉讼的可视话 好 好 听去一席话 圣足一席话 就简单讲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案件事实不是会很复杂嘛 比如今天一个案子涉及到我们七个人 那我要用文字表述可能是一大段 我听来听去 最后听是谁都绕了 但是你比如画一张图 每个人A B C D E F G 彼此的关系给它连个线 然后在上面再画一些人物关系 这种东西也叫可视话 我知道了 就像我们拍戏的时候 我经常我接到一个剧本 我就说你能不能够一个人物关系表 对 谁跟谁一家 谁跟谁出现谁跟谁 剧本可视话 是的 也是一种可视话 我们之前还有一个节目录制的时候 去过杭州一个叫城市大脑的 一个大的演播厅 我们看到了交警的信息可视化 正经 就是整个城市的交通信息 在一个巨大的屏幕上 然后你能看到整个城市地图 然后你能看到很多小光点在流动 就是车流 然后马上这个地方红色 紫色 黑色 就是堵色的情况 那么它后面有一套算法 根据它能预判这个路口 接下来会有很多车都开到这里 可能拥堵 来调这里红绿灯亮的时间 哇 我们当时看着很震惊 在一切道路不透宽的情况之下 就通过这一套可视化 加算法的搭配 能够让交通的通行效率提升三倍 哇 OK 那我们刚刚聊到了可视化的部分 那今天就在现场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在座的各位观察团 我们此时此刻为大家准备了六个信封 每一个信封里都是一道题目 题目的内容是跟我们节目有关 在过去已经播出的内容当中 让所有观众都印象特别深刻的发言 然后在座的各位每人有六十秒的时间 来完成一个可视化的创作 来吧 哇 好玩 好 六十秒倒计时开始 这个东西它应该怎么换呢 那有一个我这辈子是绝不可能猜出来的 我吗 船神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亮题板 精彩 我们观察团的可视化的水准 说出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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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视化怎么样 特别好 它陷在水里面 然后只剩两次啊 你画得好 画得好 主要是画得太好了 救命 好 垂液的这个我们已经猜到了 然后我们看看甜甜的 几个字可以说吗 五个字 花园 开心 童心 不是 这是什么 草地 人 然后呢这个四周看到的是什么 花园 发光的人 然后 发光的气球 颜色 发光的红 上一期谁在金老师的位子 彭彭 彭一上 你不红谁红 你不红谁红 让我们欢迎彭一上 彭彭 欢迎 这是你不红谁红啊 不是 这不是她的光芒吗 这个点儿 而且为了提示你们 我还特意画了 这是什么花 小红花 哦 我不得不说 虽然脑洞清奇 但是能圆回来 彭彭 你虽然不在 我把这部画送给你 我们看一看金静老师的 我这很好猜吧 这是自责哭了 是个男孩子在哭 黄凯 有人搭她肩膀 嗯 就鼓励她 嗯 我加了数字 再见 再见 哦 梁威 但是她说的那句话 我来猜 让我来猜 你来 是 我还是认为 我说的那个是对的是吧 对 就是刚刚这堆是答案 对不对 关键字不对 公式是对的 这个要怎么 可是我 我好难啊 那两个字 呃我 那我只能就是 这先猜 来只能一个一个字猜 好 来 这是 浪 第一个字 和 还是我最容易 和 已经进入你画我猜了吗 咱们终于 对 这个是个 袋子 嗯 铜 对 和铜 和铜 对 和铜是有效的 对对对 对那个和铜是有效的 那个和铜真的是有效的 那个和铜真的是有效的 啊 嗯 我想问一下 实习生的可视话 不用这样吧 哈哈 我们这个可视话 原来可视话就是你话 我猜 哈哈哈哈 不错了还是很不错了 毕竟让我们把两位一下 就锁定了那个具体情景 是 加一个 这边 小和这个太简单了吧 King啊 十一个字 我是不可能加班到八点的 就是后面就是大家能干到那个关键词 但前面的话它有一个前缀 嗯 呃是 我 到了八点是一定要下班的 呃他的什么 是 八点下班 我的习惯 四个字 我的圆 我的原则 什么原则 我的 下班原则 上班原则 再长一点 啊 职业原则 再长 人生原则 嗯 什么原则 我的人生原则 人生原则 八点下班 你做人是有原则的吗 我们原则就是最晚八点 哦 我终于懂了可视话的那个信息 折损折损在哪了 哈哈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人类想象力的边缘 疯狂试探的小贺的这一幅画 俊林 来 我们看一看 这个 这很容易猜 这很容易吗 这不就是早上 我知道了 早上八点半吃早餐 我知道了 早上八点半吃早餐 太好吃了 老雷啊 老雷跟大家吃早餐 我看要不明天早上八点半 然后我请你们吃个早餐 这蛮像的 这个是谁 雨童 雨童 懂我 我等你 我完完全全地把握到了特点 实属冒犯 不能说毫无关系吧 简直是完全没有什么关联 她跟我说了一件事了 我觉得她圆回来了 就是现在这里面所有照片里 唯一一个发型吻合 你要这么说也行吧 但是你那个我是雨童 我不一定会高兴我就是这么说 对不起 感谢俊林灵魂画手 那接下来是超越灵魂的画手 小明哥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这个作者 他不可能超过六岁 咱就是说 一般是四到五岁左右 来 首先 六个字 我是最严厉的 差不多有这个意思了 你看这个四个人对不对 很明显 其中第一个是个女性吗 对不对 对吧 这个明显 非常明显 她有头发 只有她有头发 有头发 而且有红嘴唇 你看到了吗 这是红嘴唇吗 我以为是獠牙 不是 有红嘴唇加上獠牙 那个叫四个人 他们怎么形容这四个人的呢 四大恶人 然后呢 之手 对了 小龙好厉害 江湖四大恶人 排名之手 对不起啊 对不起冒犯了四位老师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看我们只有简简单单一句话 但是当我们真的需要用 图像的形式来完成翻译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感受到信息在耗损 是耗损太多了 精准的要锁定原有的信息 其实蛮难的 这是他们现在面临的一种压力 六个多小时的时间 他们要完成这么复杂的 按键的可视化的工作 压力非常大